第四类的函数,数学函数部分 数学其实我把它跟统计 数学其实里面包含统计类的函数 那使用的方式第一个 你把这个范例档打开来 这个范例 不过这个范例里面呢 有两个练习题 我把它额外独立在外面 所以待会呢 这个综合练习1 它的那个这个综合练习1的范例题 在这边 综合练习2的题目在这里 也就是说你要练习的话 可能要额外额外开启 那在这个地方跟前面不太一样 是这边可能只有什么 里面的那个题目档 题目 你要实际上练习的话 它的练习档 是在它的那个旁边 所以你可能要找一下 比如说等一下 也许我们会练习到 先看那个综合练习第二题好了 那个什么教师研习 实数统计表 这个地方呢 切过来 它可能就只有什么 题目而已 但是呢 你要练习的话 你就必须怎么样 打开这个练习档 这个叫教师研习实数统计 其实这个 这个教师研习实数统计的话 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是总表 总共这个学校有20位老师 它的研习实数 那研习实数的话 这边只有一个叫 Excel的入门 入门教学 那这些老师参加 14个老师参加 其实实际上20个 有14个 有6位老师没参加 那有一些老师只有参加一半 1.5小时 有些老师全程参加 3小时 那他是说 要我们把这个 去之3 再复制一个 那把这个改成3 去之3 第三个 那把这个地方的那个入门改成进阶 因为他有第二次的研习 第二次的研习 就进阶研习 进阶 所以你这边把它改成进阶 然后呢 你第一个跟最后一个 头尾这两个老师没参加 所以他要我们把头尾的老师删掉 然后呢 编号这边怎么样 重新编 时数的话呢 全部都是两个小时 所以那编号 我想应该没问题吧 输入个1嘛 啊底下你就不用重新编嘛 你就游标放在 除车格的右下 按Ctrl键 向下填满嘛 OK 1到12 那每个人都两个嘛 输入2之后 这个时候不用按Ctrl 直接填满 每个人 意思就是说 有这些老师 有12个老师参加 然后呢参加时数是两个小时 好 那这样子好 等于有两次的研习 那两次研习呢 要我们怎样 请你把这个研习时数 给加到前面 诶 那当然一定会有什么 有 第一次有六个老师 第二次有八个老师没参加 意思就是说 可能会有 至少会有六个老师是没有时数的 那可是你要怎么加 那你比较笨的方法是 比较没效率方法是 王庆路 切过来 有没有 没有 切过来 有没有 没有 好 那他就是零 对 这样 不是很OK 你不可能说 你四元老师切过来 有1.5 切过来 他没有了 所以这个就1.5 那如果说这样的话 假如说你有一个 当然这边只有两个 如果你这边有20个 或更多的话 那也不得了 你可能慢慢加总表要怎么做出来 对 这个报表可能要做出来的话 遥遥无期 而且如果人数又很多的话 那不得了 你可能 光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就是一个很漫长 而且我觉得不人性化 也不可能说用人来做电脑的事情 所以这个地方 你可以用一些方法 可以快速的 那当然第一个 你必须要在这边做点事 所以这一题呢 是综合练习的教师研习时数统计表 也许你们等一下有时间的话 可以做 我刚刚讲的 第一个把序折二复制 记得哦 复制按Ctrl键 拖拉的时候顺便Ctrl键 他就会多复制一个 把它改成序折三 第一个跟最后老师删掉 时数通通都两个小时 编号重新编 名称的话呢 本来是入门的 变进阶 当然应该没问题啦 这个是综合练习的第二题 所以也许等一下我们讲完那个 Sumif 其实关键就是用Sumif来做 OK 也就是说呢 你要加总 可是加总那个时数会有个前提 就是判断一下 前面那个人 名字一不一样 如果跟总表里面那个名字一样的话 那你再加总 如果不一样呢 那你就不加总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第一个稍微来了解一下 Sum加总 这个部分的那个相关函数 我想Sum应该没问题啦 这上面这边有个Sum嘛 你可以自动加总 加总这边也会出现 或者是你游标放在 这个地方插入函数 在数学里面 数学 也会有个Sum 它会英文字母排列 SU 往下 Sum 不过你会发现 当然Sum应该太简单了 所以我们重点会放在Sumif SumPoda 其实SumifS跟Sumif也蛮类似的 只不过就是它的条件是复数的 诸如此类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Sum好了 也许你Sum 那加总的范围在哪里 给它一个范围 它会帮你把上面加总 OK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很简单啦 加总应该没问题 可能比较会有问题的是 底下这个 那请各位 这底下有三次月考 那如果三次月考 那我把它加起来 这个太简单了 我换一个变化 就是这个是30 百分比 第二次月考呢 也是30 那假设我们再多一个变化 40 那所以你如果加总 像刚刚这个加总就就没办法 你不能说直接我这边加总 加起来不对 我除了要加之外 我还要配合上面有一个比重 所以你如果会有个比重的话 用什么方式来做会是最快的 当然比较传统的做法是什么 如果你用公式等于 你也可以用 你如果没有这个这个函数 你可以这个成绩 乘上上面的比重 加上这个成绩 乘上他的比重 再加上这个乘这个 这样子其实做出来的话 打勾也可以做出来 不过稍微麻烦一点点 有没有更快一点的方法 当然你可以向下填满 不过向下填满 记得要把比重 因为向下填满 比重的部分呢 不能够改变位置 所以向下填满的记得 把上面有11列的 记得把它锁起来 11嘛 这个是11 所以这个11 11 11 那怎么锁 特别是要一样嘛 前面好像有讲过 在11前面加个前的符号就可以了 那不过一般书里面 大部分都是叫你按F4 不过F4变成 蓝跟列都锁 因为我们向下填满 只会增加列 所以其实我是建议 你慢慢还养成习惯 如果只会向下填满的话 记得锁列 不要蓝列都锁 因为有些人搞不清楚 蓝跟列 锁定的这个观念 因为都习惯按F4 我是建议是直接锁列就可以了 按打勾 向下填满 好 第一个 我用公式可以做出来 那你想说老师那有没有快一点的方法 当然有啊 超乎函数 其实你可以看到 在那个sum函数 一样数学与三角里面呢 有一个叫sum sum 底下还有什么 sum product 三波打跟sum有什么差别 如果说呢 你要加总 但是你还要比重的话 你可以用三波打 它是怎么样 除了 这个范围 它有没有 诶 各 等于是好几个范围 这个这个的成绩之总 意思是说 按确定之后 我如果第一个范围是这一个 第二个范围呢 是这一个 那意思是这两个相成之后 相成之后 相成之后 因为其实就跟那个什么 刚刚的公式的道理是一样 相成之后再加 相成之后再加 相成之后再加的话 那你可以用三波打 而且呢三波打 它不是只有两个范围 你三个四个五个 它最多呢 它可以到255个范围 好有没有 相成之后再加的话 那你可以用三波打 OK 按确定之后 不过确定之前 记得怎么样 把 因为等一下要向下填满 所以 请你把第十一列给锁起来 锁起来的话 你如果说好像这个 要一起锁的话 你可以按F4 选取按F4 那按F4呢 它会蓝跟列都锁 我是建议你可以再按一下 这个时候呢 只锁列就好 因为我们等一下只要向下填满 没有要向右填满 所以呢你就锁住列 在列前面 十一列嘛 前面加个前的符 按确定 好 那我一样把它取到整数好了 向下填满 OK 那你会发现 这个的结果 跟这个的结果 会是一模一样 但是 三波打 应该会比较简单一点点 不用说 假设你 因为只有三个成绩还好 如果你有十个成绩的话 如果你用刚刚的公式来做的话 哇那你 点 点 这个 乘这个 这个 乘这个 一直 让你花时间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你很多个范围的话 三波打 还是 比刚刚的公式会来的简单 OK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一个是公式 一个是三波打 另外 当然 你可以用什么呢 所谓的VBA 这个后面我们再来看 VBA怎么做 VBA的话 你想说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最好是我按个按钮吧 就跟前面讲过的 不过VBA 当然难度又又又又又爆增了 所以假设我今天希望 按按钮 全部完成 或者是一样 第二个就是 插入函数 也没有一个什么 叫什么 成绩函数吧 按下去 给他一个什么 范围 他就自动怎么样 帮我把结果给放过来 那会更快 不过 我想按部就班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请各位先 开启数学函数的范例